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呀学编织 这档课呢我们学习的是一款蜜条海鸥针的棒针花样 织法呢相当的简单啊 因为它呢正反面一样 而且呢它是单行循环 就是一行循环的一行去织 那么起帧数呢需要是四的倍数加两帧 示范呢我起了十四帧 我们来看一下这单行循环的单行是怎么去织的 首先第一帧条 然后呢重复四帧的花样 一帧正帧 线下条一也就是一帧滑帧 然后呢我们织一个两帧的花样 两帧的花样我们扭帧的方式穿入 织扭帧二并一 然后呢再以扭帧的方式穿入第一帧 啊这就是四帧的花样 重复它们的织法 一帧正帧线下条一 扭帧二并一 再穿入第一帧 织一帧扭帧 重复一帧正帧线下条一 扭帧二并一 再穿入第一帧 织一帧扭帧 循环去织最后边帧 反帧 我们就重复这一行 去织啊 我再示范一次 第一帧条 然后呢重复一帧正帧线下条一 扭帧二并一 再穿入第一帧 织一帧扭帧 重复一帧正帧 线下条一 然后就是这个两帧的花样 一直这么去织 一帧 线下条一 二并一 再穿入第一帧 最后边帧反帧 就始终重复这一行的织法 织出来呢 这个正面 反面 双面都可用啊 那这个花样呢 建议大家啊 比较适合呢 去织一些坐垫 靠枕等等啊 因为它这个织出来是比较厚实的啊 好了 这张课呢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